一年之后 1946年,林彪仓皇败逃,一窥千里。 1947年,林彪又从千里之外回到四平,要武扬威,想要报仇雪恨,一血前耻。 攻守护换,共军进攻,国军防守。 共军有李天佑纵队,邓华纵队,第六纵队的十七师,还有五个独立的炮兵营,总兵力大约十万人组成四路攻城部队。 由李天佑司令和万亿正为统一指挥。 防守四平的国军只有陈明仁的七十一军,还是刚刚撤回来的。 但是那一战结果并不好,成了林彪职业生涯中最沮丧的一战。 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是一个狠角色,作战风格和林彪相克。 林彪和陈明仁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而又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很多不同。 要问当年林彪跟了蒋介石会是什么样? 从陈明仁身上就能找到答案。 陈明仁,湖南人,生于1903年4月3号,念过私塾和新学,中学毕业后当教师混饭吃。 当然乱世之中,混饭吃不容易,陈明仁最后选择投笔丛容,去广州念军校,成为黄浦一期毕业生。 这段是不是很眼熟,林彪也是这般吗? 有趣的是,林彪投军之前,差点也把教师当成饭碗。 在黄浦军校,陈明仁有一个同样当过教员的同学,叫徐向前。 遗憾的是,二人没来得及在战场上过招。 陈明仁去黄浦军校是1924年。 林彪去黄浦稍微晚一点。 当林彪还在黄浦军校锻炼身体时,陈明仁已经崭露头脚了。 当时东征中,惠州攻坚战胜利,蒋介石让黄浦四期的学子们讲述胜利的意义。 腼腆的林彪跑到黑板上画了惠州地图,给蒋介石留下深刻的印象。 惠州攻坚战的英雄恰好是陈明仁。 战后表彰大会,蒋介石亲自发布口令,全体信号枪手鸣枪三响,全体四号员锤号三通,向陈明仁致敬。 随后蒋介石率三军将士带头高呼口号,向陈明仁看起。 胡玩口号,蒋介石当场宣布晋升陈明仁为三营少校营长。 可以说陈明仁的起点比林彪好很多。 按这个势头,陈明仁本应飞黄腾达,然而没有。 为啥呢? 陈明仁虽然很厉害,不过只是一个勇猛的军人而已。 想胡宗男、何应钦、唐恩伯等人和蒋介石套近乎的方式,陈明仁不会,也不想会,他只是一个军人,只想成为一个军人。 惠州之意后,宋美玲非常看好陈明仁,决定当一把媒人,把廖仲凯文静美貌贤淑的女儿许配给陈明仁。 陈明仁直言相告,自己在老家已经娶有妻子谢氏,在家侍奉老母,不敢另娶。 相比之下,陈诚就很会做事,把宋美玲的干女儿娶了,成了蒋介石干女婿。 陈明仁还敢和蒋介石对着干。 1941年,陈明仁率部队驻房云南昆明。 当时抗战吃紧,华东华北沦落,国民党税收断水,靠盟军从滇缅公路输血。 蒋介石去昆明西山风景区游览,正碰上一些衣衫褴的士兵修筑工事。 蒋介石见状勃然大怒,只是谁带的兵。 破破烂烂像什么话,当然是陈明仁的兵。 蒋介石将陈明仁叫过去,披头训斥陈明仁没有带好兵。 陈明仁竟然当面顶撞蒋介石,并扯下自己的中将军衔,扔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大喊不服,还要结甲归田,气得蒋介石几乎将他军法治罪。 幸好云南王龙云出面,才算平息风波。 蒋介石没有责怪陈明仁,但陈明仁前途也没有了。 1941年是中将,等到1949年还是中将。 或许说陈明仁的顶撞让蒋介石不爽, 比起林彪屡次顶撞毛泽东也不算啥吧。 如果林彪跟蒋介石,估计就是陈明仁第二,最后也就是军级指挥官。 倔强的陈明仁在接下来的中国远征军中表现相当出彩。 1943年,陈明仁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七十一军,主攻龙龄,惨烈无比, 经过大小几十次激烈战斗,陈明仁用比攻坚惠州更英勇无畏的气概, 减灭龙龄首帝,打出了远征军战绩上当气回肠的仪仗。 又过两年,1945年,陈明仁率部主攻回龙山, 用智慧出其不意的迂回,减灭鬼子。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了解了回龙山战役之后,非常欣赏。 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多次致电东北战场的指挥官林彪, 对陈明仁不可轻敌,应多研究回龙山战力。 龙龄和回龙山,一次强攻一次智取, 两战显示了陈明仁作为一位将军的勇气和智慧。 在远征军辉煌的历史上,陈明仁写下浓浓一笔, 对鬼子作战成绩不亚于任何共军将帅。 看到了吧,这就是陈明仁,从个人冲上惠州城头, 到抗战,到远征军,任何时候,陈明仁的风格都是一贯的。 他的这个风格,和林彪的飘忽不定,虚虚实实,正好是相反。 当林彪把野战和运动战那一套用到炉火纯青, 出神入化的境地时,如果还有啥风格能克制, 就是陈明仁的这种风格,不便硬万变,硬碰硬,硬流血。 都是中国人的血,很残忍,很不应该。 然而天无二日,国共争霸,注定是国共双方宿命般的对决。 陈明仁和林彪,这对师出黄土的师兄弟, 纯粹的军人,注定迎来宿命般对抗。 改来的总归会来。 四平对决之前,学长陈明仁和学弟林彪都是战功赫赫, 长期战争中历练出来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军人碰面了。 陈明仁经历蒋介石领导的国军各个时代的战争。 林彪经历毛泽东领导的共军各个时代的战争, 同是战场上的天之骄子。 6月16号,两人对决开始,肉搏。 经过一系列计算部署之后,林彪调兵潜将完毕, 把陈明仁的71军指挥部围住, 前哨阵地距离陈明仁的核心攻势只有500米左右。 从国共双方交战历史记录以及战场形势看, 陈明仁和他的71军已经是瓮中之别。 和所有时候一样,林彪部署得很好, 他从四平南面迂回而来, 不仅71军后路被切断, 还设计了打员战术。 东北战争史上, 当年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就用围点打员, 让明军苦不堪言。 三天之后,林彪对陈明仁发起总攻。 林彪计算了一切, 唯独没有计算到, 绝境之下的陈明仁身上, 那股不同于其他国军将领的狠劲, 也就是勇气。 残酷的巷战开始了, 包围圈内的陈明仁很不好过, 面临覆灭的危险。 陈明仁下令用吉普车堵死房门, 用粮食当沙袋做攻势, 同时严令手持冲锋枪的督战队, 凡有后退者格杀勿论。 他坐在核心的地下室里, 农眉下的一双眼睛布满血丝, 像一头被困得猛兽。 此时外围的林彪, 也在对着地图紧锁眉头, 农眉下的眼睛放着金光。 军部四周, 到处埋着地雷, 周围有一百多个明暗地堡。 尽管如此, 仍然不能抵挡林彪的冲击。 傍晚时分, 林彪的人迫进军部地堡, 陈明仁转移到陆东的预备指挥所。 留下陈明仁的兄弟, 特务团长陈明信坚守。 一番苦战, 军部陷落, 陈明信被俘。 但是陈明仁还在, 战斗还在, 四平还在。 陈明仁顾不上兄弟的死活, 却还能顾上战斗。 四平城铁路线一息, 全部被林彪的人占领。 陈明仁把剩余的部队, 手缩到道东面继续顽抗, 拼死一搏。 此时的四平城内, 睁上演一幕血与火的真人版大片。 音乐是无处不在的枪炮声, 喊杀声, 哭泣声, 声音声, 画面是无处不在的白刃肉搏, 枪炮的火焰。 背景则是被打飞掉的坦克和遍地尸体, 进城则是尸体越来越多。 七十一军的直属部队陷阱去了, 陈明仁押上最后的本钱, 把身边的卫队全部派上去, 孤注一掷。 他自己也头戴钢盔, 手持冲锋枪, 在后面督战。 干这事之前, 他给长官杜玉明发电报, 以身殉国, 壮志成人。 已是绝死之心, 同时他也做了绝死的打算, 在一兜里揣着一支上了子弹的二号波朗宁手枪, 准备随时自枪。 然而故事就是这样, 生死较量的战场上, 上天总是眷顾勇士, 就在陈明仁准备随时开枪自杀时, 大天结束了, 枪炮声吸疏下来, 慢慢地, 阵地恢复了平静。 林彪撤了。 林彪所以选择撤退, 是因为两支援军倒了, 战力超强的郑洞国的五十三军和孙力仁的新一军赶来支援。 林彪担心拿不下四平, 是全军陷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 于是主动撤围而去。 林彪手中还有筹码, 林彪也不是一个轻言放弃之人, 但还是撤了。 从6月20号到30号, 林彪围住陈明仁整整十天, 竟然没有拿下陈明仁, 信心动摇了。 如果说前一次四平保卫战, 是因为客观原因和战略失误造成的, 此战已经没有借口。 因为自始至终, 林彪都以优势力量占据主动地位, 也可以说是没有攻坚战经验。 但是国民党在城市中, 攻坚战是省不掉的。 平、 四平攻坚战是林彪生涯中最糟糕的一战。 此战影响非常大, 此战之后, 原本就谨慎的林彪在攻坚战中表现得更为谨慎了, 辽审战役中, 在沈阳和锦州之间徘徊不定就是如此。 不是林彪犹豫, 而是对大城市攻坚战有顾虑。 若干年之后, 朝鲜战争爆发, 林彪反对出兵, 就是对美军猛烈的炮火故技。 战后, 林彪没有责备任何一个人, 而是把责任全部揽下来。 检讨说, 这次四平没有打下来, 不要你们负责任, 完全由我负责。 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 决心下得太快, 不马上攻城, 以围城打员为最好。 险消灭敌人的援军在攻城就肯定能攻下来。 另外, 这次攻城还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战术差, 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的不够。 要知道林彪是个沉默寡言之人, 平时跟部下说话很少, 能一下子检讨这么多, 已经非常不容易。 不得不承认的是, 林彪的检讨非常英明, 把低落的士气给扭转过来, 不愧为名将。 既然说到这里, 就多谈谈陈明仁的遭遇。 陈明仁的遭遇是诡异的。 陈明仁的成功给低迷的国君来了一针强心计。 蒋介石亲自在南京总统府召见陈明仁夫妇, 第一句话就是, 有功之将, 书刊家讲, 不愧为黄埔楷模。 并对手下感慨道, 四平大劫, 陈司令创造了人间奇迹, 不愧为男的将才。 还请陈明仁夫妇游选五湖。 此时的陈明仁估计又想起当年惠州城下, 蒋介石亲自高呼向陈明仁看齐的情形。 惠州之后, 陈明仁得到了嘉奖和升迁。 然而这一次, 却是心碎了无痕, 为陈明仁后来转投共产党埋下伏笔。 陈明仁成功之后, 国君将领把陈明仁捧得神乎其神。 国君中还弄出了一个名词, 叫陈明仁防线。 陈明仁能在四平坚守到最后, 不仅仅是勇气, 还有许多战术细节。 最为著名的一个细节, 就是传说中的撒斗成兵。 怎么回事呢? 说书先生说, 眼见林雕兵临城下, 陈明仁心生一技, 用大豆阻挡了林雕。 当然, 这是胡扯, 战火之下的街道坑坑洼洼, 撒再多黄豆也没用。 而且两军向战, 双方粘在一起, 即使滑倒也是一起滑倒, 效果不大。 但是在特定的局部, 却是真的很有用。 林雕动用一个主力团的兵力, 向市中心水塔发起进攻。 水塔是城里的制高点, 陈明仁派精兵把守, 攻占水塔, 必须经过过街天桥。 在天桥上的守军, 预先堆放了黄豆。 冲锋的共军接近过街天桥时, 水塔内的国军将黄豆散满街道。 共军踩在上面, 站不稳。 国军开火, 杀伤一片。 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 细节决定成败。 搞笑的是战后陈城带领参观团 到四平阵地视察。 参观团的美国愤青顾问, 看到阵地上不少攻势, 是用美国的面粉、 大米累成, 抗议。 参观团中一些国民党要员, 粉青和政客混合体, 没本事上战场, 却惯于持乡和辣, 烤满嘴喷粪辅助消化之人, 眼看美国顾问发飙, 也跟着发飙。 不仅发飙, 还运用中国文人颠倒黑白的本事, 往陈明仁身上泼脏水。 其中一位是国民党辽北省主席, 沉诚地将这同乡刘汉东, 乘机告发陈明仁, 纵兵抢粮。 陈诚与陈明仁不和, 逮住机会, 请求蒋介石查办陈明仁。 蒋介石被一帮嘴皮子闹得没办法, 只好把陈明仁免治, 陈明仁凉透了心。 又过一年, 林彪终于拿下四平, 消灭七十一军。 但是恶气并没出来, 七十一军的俘虏非常不服气, 假设约, 如果陈军长还在的话。 当时的陈明仁正在南京赴贤。 林彪拿下了四平, 消灭了七十一军, 但并没有战胜陈明仁。 之后陈明仁再次出山去武汉, 在白重洗手下上班。 当时的陈明仁已经决心离开国民党。 1948年8月1号, 共军诞生的21年生日, 陈明仁拟定了起义文考, 三天之后通电起义, 湖南和平解放。 陈明仁谈起自己的选择, 说出这么一番话。 我记得我在黄土的时候, 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 我是革命的, 实行三民主义的, 我什么时候不革命, 你们应该打倒我。 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 简直是反革命, 简直是人民公敌, 我当然要打倒他。 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 就是凡是黄埔同学, 乃至全国人民, 都要起来打倒他的。 他是我们校长, 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 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 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蒋介石听到陈明仁的这番讲话, 脑袋大了一圈, 骂了一声娘吸体之后, 连忙去找将鸭咬。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1946年, 毛泽东撤退命令传道时, 林彪已经向北狂奔。 战略大撤退, 向北一口气跑了上千里, 跑到松花江以北, 把长春也丢了。 蒋介石大戏, 以为一期的杜玉明 消灭了四期的林彪。 蒋介石没能高兴很久。 林彪很快卷土重来, 三下江南, 四保临江, 四个季节攻势, 一连串攻势打得蒋介石和他的粉丝们头晕眼花, 满脑子星星。 但是蒋介石忽视了一个规律, 共军生存能力极强, 每一次战略失败撤退之后, 都会涅槃重生。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的结果怎么样? 还是涅槃重生了? 第五次反围角失败之后怎么样? 还是涅槃重生了? 如果说南昌起义失败, 造就了朱德红军之父的地位, 长征造就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那么四平战略撤退, 就造就了林彪的地位。 撤到松花江以北的林彪, 很快卷土重来, 而且凤凰涅槃成为一带天骄, 彻底晋升名将行列。 那么林彪在松花江以北干了啥呢? 那就是林彪的秘密。